我们继续来看,就是有关那个,后面还需要有五个函数,对应到上面的需求,第一个的话,当然插入函数,我希望使用者定义里面出现数字个数函数,那怎么做?首先第一个,当然我们会希望怎么样,在我们的VBA里面插入一个什么呢?一定模组,模组里面插入一个所谓的数字个数函数的一个方式,所以你可以怎么样? 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,一定用方选,名称的话就是数字个数函数,按确定,确定之后的话,接下来,我先把它先删掉,哪一个?这个,产生这个嘛,插入程序,一定要用方选,那名称的话就是这个,OK,那你按确定嘛,它一定会帮你产生一个方选,然后是叫数字个数函数,第一个部分,这个按确定应该没问题, 一定是要方选,之前有同学选错选到SARB,结果SARB,插入函数就出不来,没有,OK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,第二个,要跟使用者要资料,我前面讲过了,要资料就是从那个刮壶里面要,那跟他要什么呢?要原始资料,所以我把原始资料这四个字,复制取消一下,如果你把你按取消切不到,没办法切过来,然后把这个原始资料贴上,好,第二步 插入方选,然后原始资料,第三个呢,我要写什么东西呢?那其实,如果你SARB写好了,那其实你方选也可以拿来用,那我之前有讲过,你可以拿什么呢?拿那个刚刚我们SARB里面有要数字个数的这个SARB,那记得你如果要拿来参考,避开外面这个FOR到NAS就可以了,直接找到FORNAS里面的部分,然后Ctrl C, OK,那Ctrl C之后呢,你把它贴到底下,这个数字个数函数,里面就可以了,那贴上之后,前面也讲过类似的,然后把这个怎么样,缩排的部分,按Shift加Table,就是往前移,因为刚刚原来是太过去了,Shift加Table的话呢,就是让它,往那个左边一下,那接下来呢, 它们最大的差别是,SARB是直接去抓储存格的资料,用SARB物件嘛,那那个Function是,你使用者给它资料,它最后再把结果丢回去给Function,那Function呢,再丢到你邮标停的那个位置的储存格,所以它是一串的,跟那个SARB是完全不一样,所以要改哪些地方呢? 一,如果你看到什么呢,SARB物件的话,请你把它用什么呢,原始资料来代替,因为呢,我们不是直接去抓储存格的资料,而是由使用者指定给我,所以一,把什么呢,SARB物件里面,只要SARB物件里面的资料,全部都把它贴上,那你也可以用取代的啦,只是我这边大概三个,一个,两个,OK,好,三个,那第二个就是说呢, 如果你做完的结果,是丢到B栏,可是现在Function不是丢到B栏,而是丢给谁呢?丢给Function自己本身,所以把这个Function自己的名称,换成什么呢? 诶,SARB是丢过去,现在不是丢过去,是丢给这个Function本身,应该可以理解啦,这好像我们之前有讲过,就是说,你熟不熟这个整个架构流程,这样子的话,基本上,程式就改好了,就这样而已,OK,所以SARB变Function应该是很,嗯, 不过前提是你要把Function写好了,因为如果你Function,SARB没写好,你方,要直接从Function开始,可能就有点困难了,所以,一般我们是SARB在跳Function,可是,回去你也可以试看啦,如果你没有SARB直接写Function,各位也可以啊,可是, 可以试一下,回去可以想想看,那我们来试一下,应该可以理解吧,所以,原来是SARB就变原始资料,然后其他的话,Return的话,Return给自己,我们来试一下,这边插入函数,数学,数字各数函数出现了,按个确定,原始资料给他,诶,这个时候的话呢,他会Return结果出来,如果里面有数字,那表示OK,向下填满, OK,完成了,所以基本上,如果你已经写好SARB的话,Function呢,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,所以特别最后,把重点提示1,插入一个Function,然后原始资料这边自己打上去,2的话呢,把程式从SARB里面贴过来,改几个地方,改1,就是SALS A栏的资料,全部改原始资料, 其实是从使用者会未给你资料,而不是你自己去上面抓资料,2的话呢,就是在把这个,这个原来是SALS A,把这个资料有没有,诶,就是最后结果Return,他因为你游标放在这里,所以他会自动帮你把结果,丢到储存格所在的位置,所以基本上他的流程上, 他会先抓一个资料到这边来,然后呢,他再去喂给他其他地方用,用完结果呢,再把Cons的结果丢到储存格所在的位置,就是一串的,所以Function你可能要用理解的,不是用死背,这东西背也没意思啦,你背起来,主要那个整个流程你知道的话,那以后你要写一个Function,其实是,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啦,OK,所以, 这个可能稍微试一下,就是数字个数函数,那其他的话呢,就可以怎么样,一样的方法,把这一个Function怎么样,复制贴到底下,改成什么呢,非数字个数函数,那改哪些呢,其实发现改的地方都一样,本来是大于47,小于58,那如果改非数字函数的话,就是本来是大于变成小于等于,然后小于等于, 那中间这个逻辑,本来是and,改成偶尔,其他都一样,所以基本上,这个改这个,这个,那记得哦,这个and要改成偶尔,OK,然后还有什么呢,return给自己,这个可能要跟上面是一致的,你不能说贴上之后忘了改这个,那也不对 基本上这样改完之后呢,你就会有个非数字个数函数,OK,应该可以理解啦,这Sup已经改过了,那你再拿一样的东西来做修改,很快的这个Function就可以产生了,那 那,再来就是留下那个,数字的部分函数,其实也可以,如法炮制,所以再来,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着这个,就是,数字个数函数,跟非数字个数函数,那待会再来看那个,留下数字,这边一样哦,一,二,三,解法其实跟刚刚Sup还蛮像的,OK,试一下